眼前这位16岁的花旗少女 只因长得太哇塞 竟被两个小哥哥相继看上 然而女孩却做出了一个令自己后悔终身的决定 不但亲手杀死了其中一名男友 还使得另一名男友踩上一辈子的缝纫剂 当得知了案件背后的真相 令所有办案民警都惋惜不已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11年7月13号一大早 重庆乌山的上空正下着萌萌细雨 突然一个晨练大爷向110指挥中心报案 称长江大堤上京线移举人类尸体 长江航运刑侦支队接警后 闪现赶到报案现场进行封锁勘场 刚到现场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就直冲在场所有人的天灵感 台阶上遍布的血迹令人触目惊心 难死者惨死在通往短船的水泥台阶之上 由于天空下着雨 很多线索在一分一秒的消失 如果不快速采集现场线索 将对案件的侦破造成极大的阻挠 经刊查案发现场有大面积喷溅血迹 也有灵星分布的低落状血迹 护栏上还有血手印 另外雨水淋不到的地方还提取到了血脚印 除此之外 侦察员还发现了顺着台阶而下的擦拭状血迹 这些现场痕迹说明了什么 说明被害人在这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经过较长时间的挣扎 最终失血过多尔王 乌山是个旅游城市 那么被害人会不会是名游客呢 通过现场死者脚上的拖鞋 警方认为 死者是本地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另外被害人手指上还戴着一枚大大的黄金戒指 这就说明本案并非青彩 实体的死标物有纹身 有还有耳朵上有耳发 都给人感觉一看 那个死者就是社会上的一种小红红 法医经过现场勘验后发现 被害人头部被顿气打击的程度非常深 这说明凶手就是要置被害人于死地 并非临时起义或是过失之人死亡 凶手带有明显的杀人目的 那么凶手到底有几个人呢 因为死者也是一个就是年复立场的年轻人 要是一个单打独斗的话 我们也觉得这种情况不太符合可能 应该是两到三个嫌疑人 对死者进行了这样一个致命的打击和杀害 很快 侦察员从被害人的裤兜里发现了一张身份证 上面显示的是孙某 乌山本地人 警方立刻联系了孙某的家人 经家属辨认 死者确实是孙某 昨夜接了一个电话以后 彻夜违规 没想到却惨死在这里 从他的父亲那里得知 是其他父亲 也得知 就是社会上一个红魂 原来孙某曾有过吸毒时 彼时还卷入了一场交通肇事之人死亡的案件 处于取保候审的状态 身份虽然确定 就这起案件 到底是谁 做的案 为什么会如此残忍的将他杀害 这个是需要我们通过大量的侦察工作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孙某交通肇事 致人死亡 死者家属对其进行报复呢 警方很快找到了被孙某撞死的死者家属 家属表示 孙某已经对他们做出了赔偿 他们对孙某也并无特别大的怨恨 不至于会行雄报复 据孙某家人回忆 孙某是被一通电话叫走 找到打电话之人 或许就能解开谜团 警方迅速找到了通信运营商 调取孙某的通话记录 很快 结果出来了 这个电话号码 尾号是4600 当时我们专案署就分析 为什么在死之前凌晨 会接到4600 给他打过来的电话 离他死亡的时间也非常的相近 接下来只要查明机主姓慎名谁就好办了 然而这不查不知道 查了也不知道 4600竟然没有机主 正当案件侦破陷入僵局之时 外围侦察员在一家小旅馆 找到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 死者在2011年7月11日的时候 和一个姓乔的女孩入住了一个小旅店 我们当时侦察员就分析 姓乔这个女孩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和死者一起入住一个旅店 是不是死者的女朋友 还是和死者有其他什么关系 尾号为4600的这个手机号码 是不是就是姓乔的那个女孩的手机号码 当时我们心里面有一点串的疑问 很显然找到乔某就能离真相更进一步 然而一番追查下来 乔某竟然也离奇的消失了 经查乔某才16岁 不该想象 这样一个花季女孩竟跟本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回过头来 乔某能凭一己之力杀死身强力壮的壮小伙们 或许乔某只是参与者之一 警方通过技术手段 很快便查明了与乔某联系密切的手机号码 该号码的主人叫方某 他在乌山某娱乐场所上班 巧合的是 乔某也曾经在该娱乐场所上班 警方查到了方某的电话 打过去一问 对方称自己不是方某 而是黄某 看来这个黄某虽然不是方某 但他至少跟方某的关系非同一般 于是侦察员略是小技 让黄某现行 那么我又叫你 负责人给这个黄某打电话 就说 叫下来 就说 让那个方某把工资领了 把工资领了 那个黄某一听 很爽快 哎呀行啊 那我就马上来 黄某还真的兴高采烈的跑来领工资了 然而 当黄某刚踏进屋的一瞬间 侦察员们都惊掉了上巴 黄某突然间看见民警 不由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紧张和惊恐 双腿也不由的自动触发了逃跑机制 然而 令黄某没想到的是 他的背后突然窜出一个侦察员 按住了他的肩膀 在审讯室里面全杀 在审讯室里 民警打开黄某的手机一看 里面全是黄某与乔某通话的记录 黄某顶不住压力 很快便交代了伙同乔某任某等人 共同杀害孙某的犯罪事实 于是 他们跑他们追 他们插翅南非 乌山警方雷霆出击 远赴深圳将涉案人员全部活着 孙某没有能力挣钱买粉 于是就强迫乔某到娱乐场所上班挣钱 收入必须全数赏交 乔某当然想过逃走 然而皆是徒劳 被孙某抓住后就是一顿毒打 不光如此 孙某还要威胁乔某 如果你跑掉的话 你的弟弟妹妹就死定了 就这样 乔某在孙某的掌控中 过着非人的苦日子 机缘巧合之下 乔某在工作的娱乐场所 结识了刚刚高三毕业 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黄某 乔某一无一时的 将自己的全部经历 告知了黄某 乔某呢 有时候就给黄某 倾诉一下自己感情生活 哎呀 多不顺 倾诉多了 黄某这个人 他心里在对乔某产生 慢慢慢慢的 有同情 转换成了一种 说不清到无名的一种爱意 爱上这个眼前这个很弱小的乔某 乔某 反发当晚 孙某在宾馆开好了房 打电话给乔某让他过去陪的 然而乔某却一口拒绝了孙某的要求 孙某直接就怒了 在电话里对乔某一通臭骂 还说要弄死乔某 此时的孙某并不知道黄某就在乔某身边 乔某果断挂断了电话 长期积压在心底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对着黄某大声说道 我今天一定要弄死孙某 永远摆脱他的控制 很快 凭着自己长期在娱乐场所积累的人员 乔某电话摇来了几名差不多年龄的男孩 黄某也气愤的站在乔某一边 想着帮助乔某共同对付孙某 但乔某还是极力制止了黄某的行为 我不能靠下把军 都阻止请黄的 还不要出面 然而黄某却不听乔某的劝阻 非要为自己心爱的女孩出一口气 无奈 乔某最终也是同意了黄某的参与 接下来乔某洋装答应孙某的要求 并提出现在滨江路见面 也为那人少 孙某则会知道 昔日的温顺小绵羊已经磨好了刀 等着他往刀口上 孙某挂掉乔某的电话后 就兴匆匆的来到了滨江路 也为走的时候太着急 甚至连拖鞋都没来得及换 孙某猛然看见与乔某一同来的 居然有三名男孩子 瞬间感受到了危险 然而想逃也太迟了 乔某一声令下 棍棒砍刀全往孙某的身上招呼 这里边最卖力的当属黄某和乔某 也为最愤怒的就是他们俩 很快 孙某就倒在了血泼之中 随后除了黄某还抱着侥幸心理 去读大学之外 其余几人都逃往了外地 在审讯室里 黄某的一席话 令民警们也感到了不可思议 他说我大学都不成了 他说我路去同学上 他说我大学可能都不成了 他自己直言直言 他说他也说我当兵还当得到吧 他说我大学都不成了 我可以去当兵 我说你还当兵了 我可能当兵你当不到的 我一定要受到 说这个法律的制裁 难以想象 一个受过高中教育的准大学生 法律意识居然如此淡薄 而其他几位嫌疑人 也都是未成年人 父母在外地打工 自己留守本地读书 最可惜的是黄某 本身家境贫寒 好不容易考取了一个好大学 仰看通过自己的努力 就要改变人生的时候 却因一时脑热 彻底改变了人生 不过却是另一种人生 哥哥 有些时候我就想 如果没发生那些事情 你现在是啥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最对不起人的是你 我想你好好改造 早就出来 但是我出现 我不会不关你 我一直等你 在里面固人好生改造 我一扬你 我不会让你死亡 今天的一些事情 我不管你现在 恨我一号还是其他一号 我希望你把那些事情 都先跑到老后 总是现在你改造 我希望你国人能明白那些 2012年 黄某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重申 乔某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其他几名嫌疑人 也相继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散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